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孙悟空 师父 悟空 你又犯了啥子 心里小子之下都把它演好 师父 为了让老婆开心一笑 我都给了演 再喝点水 我老家是荷兰信仰 荒川县人 十六岁参军 到了吉兰京区 学习三种快速 老婆子到了 到了我去逛逛了 去一年来到洛阳 我分到中正朝 有一个家看 到你婚店 你家面就成了 他呢有半年 我家就结婚了 经常出差 那时候我也没有电话 写信 管得那老头 给你出差还不回来 我非常想念你 在外面 工作训练 身体健康 找回来探聚 我老婆比我大两岁 她起废 她二十七八年 换个姓巴 大手术 老子抽鞋 又开个路 现在走路都要欠着 按什么说的 活二十来年左右 她现在二十八年了 演的猴子 演的关系 老婆是看着可高兴 我几年 我总 一块七八个副总 二十八块钱 没得了 买一套衣服 买个警服包 在光厂上 刷警服包 比较方便 它有那个影响 观众也痛 老板 带着咋样 看着好看吗 好看 像不像 因为七十岁了 手工人没有一千万活 第一时间出 把警服包刷掉了 我给它拾起来 重新再刷 养手 回到警服包刷 终于在乌兰 你会做的 表演 表演 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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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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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老板啊 身体验感还非常好 还带着效忠 老板 中午吃啥饭 米饭 吃米饭就好 中午只要给高凉个菜 下午过就是我干 只要他高兴 我都高兴 老板吃油不能多 宜辰教材过 少吃油 多吃素 这个餐厅的口味不得 对 他一开始精神就好 我都能多吃点饭 你倒四八度啊 我给你 来 人到楼呢 相互关心 相互保重 我这个爱人给我审认要轮 他有病 我应该吃过他 累是有点累 可是心情高兴 不得了 该做这个累自带 不管怎么样 给他负责到底 他活一天 我高兴一天 我给你带来 你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去择 我给你带来 我去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